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覺得宋菜的味道是一種感情和歷史的記憶 《家傳食報》的意義就是將這些感情的歷史和記憶 將它們傳承下去,一袋一袋傳承下去 亦都會一個圈子一個圈子傳開 家裡飯對我的影響就是家裡飯是一種矛盾 包含了內疚和溫暖 由以前平淡的必然到現在變成期待的幸福 家裡飯亦都教識了我原來自己煮也是一種幸福 見到人吃的反應就會覺得很開心 亦都教識了我什麼叫用心煮 用心煮比廚房的功夫更加重要 學這個菜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長大之後 我媽媽就會轉現一下新菜式 她都會用一些差不多的材料去做一個叫醉乳甲 她覺得醉乳甲滋補有益有惹味 我就再參考其他食譜改良一下 將它變成我現在的當歸醉雞腿 看見請教會 其實在這個叫醉乳甲滋補有個當歸醉 有一個叫醉乳甲滋補 真的不能搶我 那我們是在請教會 那就好 你呢 我媽媽你要講 你